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是我们 中国达人秀四个多月以来 最后一位达人选手了 要知道他真正的梦想并不是成为一个达人 而是一个音乐人 有着这样一双不同反响的双脚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可以走得很远 今晚他将从这里起步 刘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备战情况 生命里有三样东西不可以少 空气 水 音乐 已经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 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 要么赶紧死 要么精彩地活着 已经极了 我觉得跟任何人都没有不同 就是大家习惯的时候比较灵活 所以从小就锻炼上 没有人规定就说不能用脚做事情 从十岁发生力发以后 别人发现付出的这场朋友都得多 男人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 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一流的音乐制作 你想比别人走得好 那就比谁更辛苦 如果他只是在弹钢琴跟唱歌这事上做努力 我觉得他就小了 我觉得他有天气天下的责任 我觉得达人就是用自己的灵魂 自己的生命去演绎他的人生 我今晚就是想表达的 希望大家看到的世界 都是非常美丽的 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不顺 或者说一些坎坷 那都是证明你以后的人生是美好的 掌声有请中国达人秀 总决赛最后一位选手 刘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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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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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刚又想哭了 可是真的觉得最后一场呢 我想哭不是 是真的很喜悦 刘伟总能传达生命最美好的部分 You're beautiful 你的美很真实 然后你的灵魂真的很美 你刚刚在VCR里面说了一句很棒的话 就是你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 对不对 你再说一次 其实我就是面对这么多人 我更想说 希望大家可以坚持自己喜欢的事情 可能有人问我说 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跟别人不变 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 至少我还有一双完美的腿 至少我还有一双完美的腿 我想 我带这句 谢谢 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